卧病在床 没有办法起身的病人 应当如何念佛? 是默念还是出身念? 出身可能比较色心 但又怕他伤气 请教如何?应当如何是好? 卧病在床 确实长时间的出身念 可能是比较困难 默念和金刚念配合着来 如果有亲俗和联友帮助助念 可以跟着助念的人一起来念 可能又能射心 就是借助助念人的声音 来把自己的心也随着默念把它射住 有人会觉得这个助念好像是灵命中时候的事情 实际上不一定 他只要有病 大家就帮助他提起正念 他就很快就能恢复健康 在这个时候 一般的西医都是注重 种种的治疗 种种的药物 这些固能有他好的一面 但他也有负面的一面 是要三分毒 再加上各种物诊的 据说比例都很高 所以世间的医疗都有种种的这种不足 如果有坚定的信心 纯净的信心 来念这句名号 他对我们身体的康复 有绝对的好处 所以只要他能念 初点是没有关系 也不会伤到什么大气 他只要念得相应了 这句名号的万德鸿鸣 就会给他补很多的气了 亲疏朋友联友 帮助他提起正念 帮助他注念就好